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是什么让王一博成为美丽的和尚 他告诉肖和章 金庸的天龙八部中有一个神秘的和尚 他扫了少林寺的院子 肖远山和慕容博是无敌的 他很聪明而且会变形 他是南博湾的经典专家 王一博是个扫地僧 扫地僧是现代文明的秘书 被比作一个人我很感动 所以我把他给了王一博作为博士头衔 并加上最有吸引力以消除扫地 和尚无事烟花 为什么王一博是中国最美和尚 王一博对那些爱情的清晰描述 让其成因一目了然 小山桃留下来后 送完桃子后说 我看了你的作品 觉得你很好很有活力 需要编舞 我知道我的团队很糟糕 但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编舞环境 所以编舞可以提高 这是很多自由表达 相信我 在甜蜜和谐的气氛中 王一博问道 会不会紧张 我们作弊了 我希望他有时会输 输了就放手吧 闲滑队长和耿歌比较容易 你是人吗 无聊 浪费 易怒的家庭 女人 逻辑 告导演 我记得一个狙击手的展示 作为狙击目标 他在灌木丛中折服了三天 烈日暴晒 黑夜 寒冷 口渴 困卷 疲惫 饥饿 昆虫叮咬 孤独 危险 恐惧 地面反抗 俘获了战士飞机在三秒内 并开了一枪 他是如何克服这么多障碍 并取得成功的 我紧张地听着 害怕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事情 吓到对手的狙击手说 我只看到敌人 只有敌人 专注于目标 忽略其他的解释了王一博的成功 他化作一颗子弹 不顾风景和风向 奔向目标 他用自己的精力来实现理想 避免分心 内部摩擦阻碍了外部诚实 他的言语和心始终在同一个轨道上 高速 直接 呼啸枕 一路吹到别人家门口 拍拍别人的后背 他的嘴只控制着他的心 王一博有时被秘称为 耿直 适成 知秋 谁都知道这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的 扫地僧 药方 以他小队的情况 随便选一个神灵都是极好的 只是这个人太过分了 会破坏集体协议 需要编舞 编舞者担心众神聚会会阻碍他的计划 说吧 他说 冷静下来后 他夸奖自己的真诚 希望对手输 这不是每场比赛 深思熟虑 我们缺乏勇气 所以他保持冷静 当他13岁 开始嘻嗨音乐时 他忽略了离家和出国留学 他的目光只属于蓝忘机 所以他三度朝门口走去 头也不回 就像当年他赶赴河南 拯救家乡 却在网上被喷得惨烈 连央视六公主都接受不了 为他挺身而出 却骑着小单车绕城而去 一个下午的滑板店 他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不受欢迎怎么办 他的回答总是 非常好 我已经做好了不受欢迎的准备 我可能会创办一家摩托车公司 或上舞蹈课 舞舞 他的生活是自由的 有不同的爱与恨 最大化你喜欢的东西 拒绝你不喜欢的东西 这种诚实 使他能够专注 并击出本雷达 旅行者需要成功 认知姿态影响着 王一博的判断和理解 商业头脑是不可替代的资本 会让王一博成为内鱼的 扫地僧 能一秒感知事物的人 必然有着不同的命运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